1937年9月初 还在陕北的红军老战士们都不太能理解 上个月头顶带着的还是红色五角星 现在却换成了青天白日冒回 昨天咱们还叫功能红军 现在怎么就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也成国军了 曾经对我们围追堵截的敌人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战友 虽然大多人想不通 但一想到可以打鬼子就都很兴奋 而当先进的八路军 接到抗日第一仗时 整个共产党领导层都升职 作为曾经的红军 现在的八路 这抗日的第一战如果不打好 必然会遭到国民党上下 乃至国际上下的耻笑 但如果打好了 最后一举甩掉过去国内外 赤匪红色赤货等这样的偏见 这是八路的立足之战 而八路军出征抗日的第一仗 便是咱们几乎所有国人都熟知的平行官大捷 大家好 我是真实军 1937年9月 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已经开始两个月 日军也不藏着掖着 上来就派出了最精锐的师团 以开战机决战的气势压迫中国 尽快屈膝投降 在远东第一都市上海 松河会战已经开打了一个月 随着日军几个甲种师团的登陆 战局正逐渐恶化 在山西 日军妄图打穿这里 西境关中南下金香 势头之胜让国人看不到希望 此时不仅仅是八路军 整个中国都太需要一场胜利 来挫败一下日军的锐气 于是在平行关这个地方 八路军决心再次斩落头角 打一场伏击战 那关于平行关大捷战斗的具体细节 咱们就不描述了 因为大家多少都看过相关的电影电视剧 咱们今天要聊的 是影视剧中所看不到的 如为什么平行关战役明明规模不大 但在印象里 它的知名度怎么会这么高 再如平行关战役真实战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 首先咱们先说一个结论 平行关战役确实是胜利了 而且是大手 在抗日初期面对中日5比1的战胜比 平行关这场仗 几乎做到了中日1比2的战胜比 让那些位居日军的国军士兵明白了 原来鬼子也是两肩膀扛你脑袋 一戳也会有窟窿的 打消了所谓日军不可战胜的屁话 但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这也是一场险胜 因为在我们历史书中 对于此次战役描述最多的 就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之类的话 但对其具体的战况是没有过多讲的 为什么说它是险胜呢 因为首先 这是一场战军地利优势的伏击战 其次 兵力方面 八路军1.2万人 日军4000元是他的三部 最后日军参战的都是甲总师团 运送之中的二线部队 就是在这样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八路军残灵取得 歼命一千 自损六百的成绩 可见当时中日之间的战力差距到底多大 而当看到这个真实的战况后 估计便会有人觉得 似乎这场大截赢得不是很光彩 跟我们自己所理解的 平行官大截有点出入 这样的胜利和国军那些大型会战简直不能比 凭什么也知名度这么高 甚至会怀疑 是不是因为这是八路军打 所以出于政治因素刻意这样去渲染 在这里 真实就不偏不倚的说 还真没有刻意 平行官大截这场战役规模虽小 但一定值得载入史册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自918以来 中国军队首次主动伏击日军 而且还打赢了 也是日军清华以来 第一次被完整包围歼灭一千人以上的战役 当战役结束后 不仅国民党上下梦了 日军自己也梦了 他们没想到 中国居然还有这样一支 有骨气的部队敢于主动出击 在此之前 像918事变 长城抗战 查哈尔抗战 平均战役等等 他们所遇到的中国军队不是不抵抗 就是一触即溃 别说打伏击了 就连正面对抗都不堪一击 没打几下就撤出了战斗 所以日军才敢如此大摇大摆的深入山西腹地 因为日军一点都不相信中国军队会这么有骨气来主动伏击 战斗规模 虽说不大 但这种振奋 对当时全军乃至全国 在皇军恐惧论的阴影之下 是不可比拟的 就好像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每天报纸上看到的都是中国哪里哪里又沦陷了 中国军队在哪里哪里因兵力不支而被迫撤出战斗 中国谁谁谁投降了日军等等这类负面新闻 似乎从来没看到中国军队胜利的新闻 而突然有一天 你看到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于山西平行关地段 主动伏击日军猛部 歼命日寇一千余人 缴获物资无数 这样的消息时 这种提气感会瞬间如同肾上腺素一般 充斥每个中国人的全身 以前的国军对于作战都是你打我 我稍接还手甚至不还手 打不过我就撤 现在是我主动跳出来谈你 哪怕咱们实力悬殊 能不能赢 至少我敢打你了 相比此时正在上海发生的松户会战 蒋介石仍旧为首为尾不敢主动出击的态度相比 八路军这一场在国人面前便形成了鲜明队遇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第一年 虽然很多国人心中都有必胜的信念 但面对势如破竹的日军 大家都急需一个证明 证明什么呢 黄军不可战胜 完全扯淡 平行官大姐便完美证明了这一点 其胜利的重点并不在于歼敌多少 而在于作为中国军队的八路军 主动出击所展现出来的骨气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关注交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